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說的新消息 就是英國的工庭政府 正式將新版本的Rentus Rights Bill 放了上國會了 而且已經進行了異讀 之後將會交付 在法案委員會Comity Stage處理的 也就是說 在英國的租務市場 將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然最主要是想保護多些 給多些保護給一些租客 那畢竟業主需不需要擔心呢? 還有會不會引發到很多人 乾脆不租房給別人呢? 這個話題很長很複雜 裡面有很多改革登場的 今次跟大家先專注於兩件事 首先就是 未來的租約將不會有Fixed Term 也就是說 以前是鎖死了某個年期是固定的 現在將會變成Periodic 好像滾下去滾動下去 租客可以住多久都可以 只要他給了足夠的時間 預早通知就可以離場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就是 很多人都爭取了很久 英國談論很久的就是 業主在什麼情況之下才可以趕走租客 以前呢 有一件叫Section 21的Eviction 不需要給什麼理由 我就可以趕走租客 現在呢 工黨政府又是提議 給一個大一點的保障給租客 先廢除了Section 21Eviction 另外就是對於有什麼原因 可以趕走租客 會有更加多的限制 今集先和大家看看這兩件事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包括就是招租的時候 那些處理的手法 有些不當處理的手法 另外就是加租的機制 就是養寵物 這些全部都會和大家 可能我這一集再說一說 開始之前賣過廣告 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這個頻道 除了和英國樓市有關的新聞 我都會定期每個月 和大家去看看 最新的樓價指數和租金指數 所以如果各位 是有興趣去留意英國樓市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先說第一件事 其實好像很小事 但是我反而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一個很大的變化 如果大家不喜歡 不會覺得它是進步 但如果喜歡的話 會覺得其實挺好的 就是說未來的租約 是將會不再可以做 Fixed Term 可以做固定的時期的 那種Fixed Term Assured Tenancies 未來所有的租約 All Tenancies 都會是Periodic的 什麼意思呢 原先的現在行的 那套Fixed Term Tenancy 就是說 那個租客 因為他是有一個固定的租約期 所以呢 即使他本身自己 有些狀況的變化 例如說本來兩個人 中一間房子的Partner 後來分手 大家吵架 吵架 分手 於是呢 不會需要在一個單位 可以兩個一起住 他們可以分手 但是問題就是呢 如果原先是兩個 都是中核的話 不好意思 因為你簽了一個Fixed Term 麻煩你 完成了這個固定的時期 才好走 無緣無故就面阻了 繼續留在房子那邊 要不就是其中一個要走 大約要繼續交租 或者就是 譬如說 我買了新屋 但是呢 租約還有一個固定的時期 還未完 就算你搬進新屋 舊屋也要繼續無緣無故交租 還有可能你有份新的工作 你可能你本來住在倫敦 現在的工作可能在Campbridge 於是你在Campbridge租樓 但是呢 你又是 在倫敦間房子未完 那Fixed Term 於是你又走不了 要逼著交租 這樣 還有些人可能 他們的經濟狀況不同了 他們可能不可以再租單位 總之就是限制住 又或者 進去之後 發覺交租單位一定有問題 但是呢 你不可以說 你家屋有些問題 我不租了 你答應了一個這樣的年期 很多很多原因 令到你鎖死了 而未來 所以呢 所有的租約都是periodic的 租客呢 是可以stay in the home until they decide to end the tendency 即是說 他們可以留在家屋裡 直至到 他們真的想完租約的時候 他們就要給兩句通知 給業主 這樣就可以離場了 而且不會說有鎖死期 總之就是 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直至他給兩句通知 當然業主也有業主的版本 一間會說 就是什麼時候可以趕走租客 但是這個就賦予了 那個租客 有大一點的彈性和能力 去到脫離一份租約 例如 這個業主面目可憎 這個業主呢 衰格 他有些東西我不喜歡 很麻煩 我想走 但是簽了固定年期 你簽的時候不知道 你可能都沒見過那個業主 原來後來發覺 這個業主很麻煩 這個業主 你迫著租下去 現在就有個彈性 讓你可以容易去離場 這個就是第一件事 反而很多傳媒 焦點不是在這個地方 而是在一會兒說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即是即時釋放了這些租客 他們的彈性會大了很多 第二件事 當然就是很多人看的焦點 就是以前 沒有說以前 根據現在的法例 就是所謂Section 21 Affliction 這個業主是有權 說我要拿回單位 所以我要趕你離開 而原則上 他甚至可以不需要讓你有 這個當然 就是不理想 也可以說 另一張說法 就是No Fault Affliction 就是說 租客沒有犯錯的 不是租客欠不租 不是租客 弄爛你家屋的東西 但是他都可以趕走你 這個 是被人救病了很久 有很多保障租客權益的NGO 他們都說了很久 就應該取消了 實際上這件事 在上屆的寶珠湯政府 都有很大的迴響 有很多的說法 都要做 最終落實到的 因為之前有大選 有法案都已經拿走了 最終落實到的 就是工黨的政府 究竟這個做法是怎樣 首先 他現在就沒有了 Section 21 的Fiction 即是說 不可以根據 Section 21 要趕走 去到法院 申請 就不是這麼簡單 未來是怎樣 首先 就有兩大類的理由 即這些grants 兩大類 一類就是 Mendatory 即我們可以叫做 一些強制性的 一些比較嚴重的原因 一些比較強烈的理由 這些叫做 Mendatory 一些grants 另一種 Discretionary 就是酌情的理由 這兩種理由 不是分別呢 實際這兩種理由 是兩大類 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個別的理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去 政府的網站 有所有提案 裏面 有很多很多條 無論是Mendatory 或是Discretionary 都有很多的 不同的理由 和每個理由 細節都會講完 大家可以看看連結 就可以知道了 但簡單說一點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兩大類呢 如果這個業主 他們未來一定要去法院的申請 才可以趕走租客 如果是Mendatory 比較嚴重一點的理由 只要Grant 理由是Proven的 理由是證明了存在的話 法院就一定要MUST 一定要去判 業主可以拿回房子 這個就是Mendatory 那類的 嚴重一點 理由是強很多的 另外Discretionary 那些略情處理的 法院就是會看一看 這個趕走租客的動作 是否合理 是否reasonable 即使他證明了 這個理由是存在的 我沒有老作的 即是有這個發生 法院也是會看一看 合不合理 趕走人 所以應該有兩個Tier 兩大類 既然覺得是Mendatory 一定有些原因 什麼原因呢 例如 就是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 要住這間屋 或者我要買了這間屋 或者我是做按揭的 但是呢 借錢 譬如我銀行借錢 好了 現在爆煲了 銀行呢 決定拿這間屋出去賣了它 因為這樣就一定要趕走租客 還有很多其他的 但是因為這些的理由 就令到法院 只要看到這個理由 證明了是存在的 例如我真的賣了 看到有證據證明我是賣的 那時候呢 法院是一定要判 就是可以趕走那個租客的 這些就是 所以一定是 強硬一些 或者一些嚴重一些的理由 這個 都明白都合理了 好了 第二種就是 Discretionary 這些就是一些比較輕鬆的理由 所以法院都會看看 是不是合理 理由是存在 都要合理才行的 例如 欠租 一會兒會再說到 內容 細節 或者是租客弄爛了 或者是 家屋的狀況變差 或者是違反了 租用裡面 某些條款 當然不包括 欠租 欠租 或者他有一些 Anti-Social Behaviour 有些 或者是社區上神僧貴厭的行為 之要行為 這些 雖然你的業主 你的租客 有些之要行為 都不代表你可以一定 強制性趕走的租客 都是由法院去判定的 怕還有很多其他 不逐個小說 有些其他的理由 是令到法院要考慮 但是不一定要批 這個就是 Mandatory 和Discretionary 趕走租客的最大分別 就是這裡 好了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 還是 如果 租客做錯 怎麼辦 因為現在說了 理由少了很多 以及規範了很多 如果業主 要在租客沒有犯錯 情況之下 只有很少的選擇 就是Mandatory 例如 他要買樓 或者他要拿回去住 那些 如果租客是有問題的話 那會是怎樣呢 第一個 最常見的理由 就是欠交租 有時候會的 就是周主不來 或者是工作 可能有些變化 收入有些變化 那怎麼辦呢 現在呢 那個Notus Spirit 是會延長了 以及欠租時間都長了 現在將會改成 就是由兩個月欠租 變成三個月欠租 才可以引用這個理由 因為欠租要申請 但是也是申請的 另外就是 通知期 之前是兩個星期 就可以通知 現在呢 要四個星期通知期 才可以趕走那個租客 這樣 這個呢 其實是容許租客 有多些時間 去找回那條數 欠的那條數 他可以在這裡 由兩個星期 變成四個星期的通知期 有多些時間 可以去處理欠租問題 這樣 這個呢 對租客當然大力保障 但是工黨政府也有說 其實是對業主也有很多保障 例如呢 有明確的條文 規範了你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申請 這樣 還有呢 你真的有欠租成三個月 才可以動他 變相就是 你不需要經常動不動 就要威脅租客 我要趕你走 其實對於業主來說 可能會有多些peace of mind 你也可以用正面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Anyway 總之呢 這個是業務緊了 令到 業主不能夠隨意 不給理由 就可以趕走租客 而且呢 還有一個保障期 就是租的單位的時候 頭十二個月期間 業主不能夠是因為我要搬入 或者我要賣 業主要去趕走租客 還有呢 頭一年呢 都要給四個月的通知 才給足夠時間 給租客去找新的屋 令到他減少機會是無家可貴 事實上呢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就是工黨政府提交這個新的法案 想改之後呢 有傳媒都訪問了一些人 有些人都說我是受害者 我曾經呢 是被人很短時間之內 就逼著趕走 於是呢 就租不到屋 這樣 於是變成就無家可貴 我自己的港主呢 都認識有人呢 是有這樣的情況的 業主就說 不行了 我要趕你走了 因為我賣樓了 於是呢 他就要滾水六腳地去找新的地方租 但是問題就是呢 現在英國呢 那個租務市場呢 其實都是增多足少的 在很多地方都是啦 就算不是全國都是 也就是說 你要找新的房子來租 找新的房子來租 你面對很大的競爭 因為供應不算很舊 很多人都想租樓 每次我見到一些鄰居啊 或者我自己 之前住的單位 現在已經沒有租了 有很多人呢 會是排隊 真的排隊的 去看樓的 有可能兩個人 一起進來看的時候呢 已經外面有三四個等 都是有這個情況 所以呢 對於租客來說呢 如果被人趕走了 要在短時間內 確保自己一定找到地方租 是難的 於是有機會真的 你找不到 不是你不想找 真的找不到 於是就逼著變成了 無家可貴 這個情況呢 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現在呢 這個新的政策之下呢 是保護了呢 令到這個被人趕走的難度呢 是大增 這個呢 就是可以說 對租客的保障會大一點 另外呢 如果業主本身呢 都是一些不企利啊 不好的業主的話呢 例如呢 他是沒有妥善地處理好 租客的案金啊 或者呢 是不幫他們去登記 那個叫 私人物業的租帽 那個數據庫 之後呢 可能一集和大家說說 這件事吧 總之他有一些應該做的事 他沒有做足的 這個是對於租客的保障不足的話呢 其實呢 是有可能令到這樣 業主是不能夠引用法律上面的理由呢 去趕走租客 因為你自己做錯的事 自己呢 做漏事在先啊 總之 整體來說呢 今次這個的變化呢 可以說是令到租客呢 保障是大了的啊 而事實上呢 英國呢 正英格蘭呢 正英格蘭呢 其實現在是有1100萬個租客的 即是在租樓的人的 大家可以想不到 這一個呢 是對於過千萬人呢 有大一點的保障啊 那最後呢 要說說生效的時間啊 通常呢 法例呢 就是會有一個所謂的緩衝期啊 或者呢 可能是新定的租約呢 就會是先實行 舊那些就等他原租約先啦 但今次呢 公檔真的很勒手啊 怎樣勒手呢 就是他們是one stage的 只是一個階段的 沒有說呢 有哪些優先 有哪些有寬限期 那樣的 就是說呢 當法例生效那天 現在說的 可能是2025年 明年的夏天啊 現在說的 因為立法需時 另外呢 還要真真正正去做整個機制出來 譬如說 投訴機制 上去法院申請等等 都要一個機制 一個方法 怎樣去做到呢 好了 當生效之後呢 這個new tenancy system呢 是會applied to all private tenancies 會是適用於所有的私人物業的租務 有沒有啊 新定的租約呢 由那天簽署 或者那天之後開始簽署呢 都會被這些新的規定 在規限住 另外 大家不要以為呢 我盡快啦 即是衝襲嘛 趁這個法例生效以前 快點租給人啦 不好意思啊 原來呢 Existent tenancy 現有的租約呢 都是會convert to the new system 他們都會自動波呢 是會轉了去 用新的制度那裏呢 是去到處理的 也就是說呢 所有的租客 不論你是現在租的樓 或者是 將來才簽租約的 法例生效之後才簽租約都好呢 都會即時呢 是自動是獲益於這個新的法例啊 那就是說呢 沒有得的話呢 衝襲呢 我們盡快地 就希望呢 至少有幾年 那租約還未完的話呢 我可以呢 都是這樣玩下去 不行啦 這個是很清楚的 今次是一個很辣招的 是一個很硬的 一個法規 一個法例來的 除了呢 有一種情況 就是呢 如果是一些 private 而是provide social housing 的provider 或者註冊了的 私人公司 不是那些 council 那些去做的 social housing 他們是會有一個 遲些的日期才生效的 因為呢 有很多東西還要更新 包括一些 policies 有些文件 那些 那些 立法那些 諮詢那些 是要再做的 所以那個會長一點 但否則的話呢 其他那些私人的物業 租贏呢 基本上呢 會是隨著法例生效之後呢 定了哪一天去生效 這個新的機制呢 就會是生效的了 今集大家說了 英國的新的租務權益 租客權益的法案 其中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呢 兩個部份 就是fixed term 轉做 periodic 以及section 21 affliction 這個東西 將會消失 也就是說呢 以後的業主 需要有一些指定的 一些理由 才可以拘捕租客 以及得多了限制 通知期長了 整體上來說 是比租客的保障大一點 講到這麼久 大家怎麼想呢 你們覺得 會不會真的保障到租客呢 我就看過一些報道 有一些代表 一些業主的 好像是租務業主 那些聯會那兩個東西 有些發言人 有些東西出來說 其實結果 是不會真的幫助到租客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如果那些業主 他們真是全心立心不良 是想借這個機制 是令到壓榨租客的話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們乾脆我不租了 我可能 賣了它 你長算了 法律生效之前 我賣了它 那我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這個是第一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 就是 本來有一些 未即時放租出來的業主 他有考量放租 但是看到這個時勢就算了 我不放租了 因為未來 只會為自己帶來麻煩 因為我要趕走租客 不容易 而租客呢 因為現在是趕走租客 他可能真的在這裡永續租 可以的 但我可能不喜歡這個租客 所以這個 未必真的能夠鼓勵到 那些業主 拿他們的物業出來放租 這個其實對於一個現在很相似的 我們相似的 我們相似的 不是說租金很相似 租金都升的 但是升幅近來的放緩 但是呢 那麼多人爭不住去租樓的時候 而政府這個時候選擇取消的措施 會不會令到更加增多 而竹繼續越來越少 派不夠竹 沒有那麼多竹 派給真人 去到給他們吃 會不會更加少的供應 令到租客更加難找物業呢 這個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無論在租客和業主都好 雖然坦白說 現在這個工黨政府 是有百多有的margin 即是說在國會裡面 他不單是多數 他還要多數by over 100的MPs 簡單來說 沒什麼是過不了的 就算之前那個Winterfield Payment 有些工黨議員 起權甚至是缺席投票 或者反對也好 都是夠了票數 數夠票通過到的 所以這個Renters Rights Bill 絕對非常非常之大 不敢說一百 99%是會通過 差點細節修改那些有機會 這個似乎就是 英國很有可能在未來的明年 就會迎來一個全新的租母市場 一個租母的情況 就會完全不同了 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多謝你收聽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說一些 其他的租母改革的內容 大家記得留意 多謝你收聽收聽 拜拜